你在看知否知否这电视剧的时候 有没有观察到一个事情 就是让大娘子对他自己的家庭 特别特别骄傲的一件事情 我爹爹佩祥太妙 我父亲佩祥太妙 对 就是他父亲佩祥太妙这件事 佩祥太妙能有多牛呢 咱拆开来说一说 咱先说太妙 什么叫做太妙呢 你想是人家皇帝 祭奠自己家祖宗的地方 对吧 你想想太妙这一打开 上面的灵位上摆的这些个台位 全都是人家自己家的列祖列宗啊 那你想想这个是什么规格 对不对 那王若福的父亲再怎么说 都是人家一个人臣吧 对吧 他作为一个臣子 他配就是他有这个资格能够的意思 然后享受太妙的供奉 也就是说让人家皇帝承认啊 把你和我亲爹亲爷爷的这个地位 放在一块 我祭奠我亲爹亲爷爷祖宗的时候 我也顺道祭奠一下你 那我天哪 你想想这这叫什么 这叫位积人臣 这就说至少说明几样问题啊 首先第一个 他生前的时候 做官一定是非常高的 特别核心的官员 你什么时候建议县长配向太妙 对不对 咱们没有对县长任何的这个歧视啊 就说对吧 他至少他县长嘛 顶多汇集一线人民 你至少你要对不对 整个国家有巨大的贡献 你这个核心的臣子 对吧 另外一个你想 你光官位做的高就行吗 你得有功劳啊 而且你想想配向太妙一般什么样的臣子 比较容易去配向太妙呢 哎 开国元勋 这个很容易 对吧 但如果你要是不是开国元勋那个级别 但你在后世 你还想有配向太妙这个资格 你想你得立下多大的这个功劳啊 不容易 另外你再说 有些人把他功劳确确实实是很大 历史上也很著名 但是你这个皇家可能你在这个政治斗争上 你这个有些关系没有梳理好 或者说等等等等的对吧 比如说这个王安石就曾经配向太妙过 但是后来就被人撸了 那也就是说他得罪了一些人 有些关系没有梳理好 后世对他的这个事情有了不一样的评价的时候 就把它取消掉了 那配不配吗 对吧 这就是人家这代皇帝说你配就把你供在那了 然后面又说你不配 那就把你扯下来了 所以这件事真的很难做到 你看这个各方面的关系都得打点好 对吧 不管是从皇帝到其他的臣子到老百姓 是不是都得念你的好 所以其实你看咱们在这个电视剧里面 你也能够在一些细枝末节里面发现 大娘子的父亲真的是一个人名爱戴的好官员来着 那于是乎呢 我一方面是本着对知否知否这个电视剧的好感 另外一方面呢是出于我的好奇心 那我就要查一查 那知否知否这个电视剧里面 这个大娘子这些父亲有没有个真实的历史原型呢 那我就去查嘛 当时宋代尤其是仁宗朝前后 有没有一个配享太庙的臣子 他至少他姓王嘛 我一查查到了真有 仁宗朝有一位配享太庙的宰相 他叫王增 朱正首相如此独职 比收财物祸害更大 可今可不 其行当诸 哎呦我这位王增的真是不简单呀 你首先看看人家的嗜好 嗜好什么 嗜好文正 文正这个嗜好也在中国古代 那也是臣子的死的以后 想要一个最高级别的嗜好 就是文正了 你想想中国历史上 谁曾经嗜好文正啊 范仲淹嗜好文正 范文正公嘛 对吧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样的死了以后嗜好文正 连苏氏都没配嗜好文正 苏氏嗜好文中 欧阳修也嗜好文中 对不对 哎文正是最高级别的这个嗜好了 哎那你说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范老师我死了以后也想嗜好文正 这个吧 你要真的生活在古代 这个事情不是你自己抽标脸就能做到的 人家这个文正这两个字 这都叫特事 啥叫特事 就是需要皇帝特批的嗜好 人家皇帝要审查的 不是你自己想嗜好 这个就能的啊 你一看人家嗜好文正 这就不是一般的人物 你查一下他的生平经历 首先人家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才啊 叫连众三元 也就是这个戒士 省士和殿士 联考了三次第一 中国历史上一共只有十几个人 曾经有过连中三元的这个辉煌战绩啊 然后后来一步一步的做官 做到最高的官叫尚书令 尚书令这是什么 这就是宰相的级别了 对吧 然后整个做官的生涯也是历经了 宋真宗和宋仁宗两朝啊 在整个的这个做官的过程当中也都是两袖清风的那种正直的好官 而臣乃是父相 且自明道初年 便于律仪解 同居中书 共理正事 他既是多痴 真 曾会无救 哎呦这么说起来的话 不知道知否知否这个电视剧在编剧的时候 是真的有这个心 就把大娘子的这个父亲就定位在王增的这个人的身上 还是说就只是一个巧合的 如果真的是有心这么编的话 哎呀 那你说这个王增这样的一个宰相 如果在电视剧里面多出来这样的一个女儿 我告诉你啊 要是你下的 我手上可干净得很 想想也真的替他听难过的